黄先生也算是晨曝过后的幸运儿 他住在台北慈激医院 烧伤面积原本70% 但是经过了几次的青窗和直皮手术之后 现在烧伤面积大幅下降 只剩下10% 经过评估他的状况很稳定 也在今天下午转到了普通病房 今天下午 台北慈激医院第三位晨曝伤患 转出家户病房 他是26岁的黄先生 开始我们算是65% 可是因为有些伤口后来变比较深 我们甚至有过到70%左右 我现在只剩下双脚一些小伤口 应该是小于10% 这样好多了吧 手都好了 成暴发生过后 今天他又再次见到爸爸哥哥和亲戚们 在生命力经过重大的灾难后 让他更懂得珍惜和大家相处的机会 同时也感恩在加护病房 对患者细心照顾的医护人员 珍惜自己的生命 因为生命真的很脆弱 那我们呢 我觉得活下来 能活下来 算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员们谢谢 狂汉型那个 护理人员 很棒 不仅透过护理人员的照护 给予患者安定的力量 看着自己照顾的伤患逐渐康复 这也是医疗团队努力抢救生命最好的回报 然后看到他伤口的那个 有慢慢在变好 然后再加上他 他也慢慢活动的状况也越来越好 然后包括他的生命真相 各个那个素质好像有在进步 其实那五行当中 就会给我们其实蛮大鼓舞的力量 台北慈激医院目前11位 陈爆烧烫伤患者 三位在一般病房 八位在加护病房 相信在患者医护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的又会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大爱新闻黄金恩郭佳旭 台北新店报道